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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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Cele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春季的购物分享 这些单品呢我今天会以上山山山的方式 跟你来一一分享 都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些色彩的单品 这个春天呢感觉过得特别的画风清晴 就是宅在家一个多月了嘛 宅在家的时候就特别有购物的冲动 然后就想买些什么化妆品 服装之类的 买的身后的地方根本没有机会可以穿得出去啊 每天都宅在家里 最实用率最高的应该就是睡意了 结果呢春天都快过去了 到现在呢衣服一件都没有穿过 今天就特别有录视频的冲动 想跟大家上身试穿一些 又买的这些东西 让我觉得就心里平衡一点 首先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件 我身上的紫色针织衫 这个开衫我觉得是森浩浩家的一个标准性的品类吧 就每天我都会买 每次买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喜欢 这个呢是我觉得我看到第一眼就爱上的那种 我觉得它就在喊我的名字快买我快买我 它是那种就是像夏天冰淇淋色的那种粉色跟紫色混搭在一起 然后再配上香玉籽 就是想把春天穿在了身上 然后是羊毛混仿的嘛 里面有39%的羊毛 所以说像这个季节早晚是比较冷的嘛 穿在身上保暖性也很够 那版型呢也是比较偏小向风的嘛 不是特别就宽到all size的那种感觉 还是比较精致小巧的 而我挺喜欢它是个纽裤的设计 是这种金色的镂空S 近年色的画家单品其实还都挺色彩的 就拥有很多蓝色啊紫色啊黄色啊 这些比较明亮一点的夏日的春夏的这种颜色 来碰撞出一种东西很俏皮的感觉嘛 就所以他们家今年的很多单品 我其实都还蛮喜欢的 而且马上到他们家打折计了 他们家每年就寂寞的时候都会打折嘛 那个时候入手就是特别的超值吧 然后下半身呢 其实我搭配的也是他们家的这个 蓝色的千鸟纹的短裙 它是一个套装 还有一个同款的西装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这个面料做的特别的好 就是71%的棉的含量 就算身就是那种不软不硬 我最喜欢一点就是它真的不会打中 很多裙子我觉得A字裙吧 就创生最大的缺点 就是做久了之后真的是不能看了 但是像这种材质这种面料呢 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痕迹 也是我最喜欢买他们家 像裙子啊脸裙裙这类单品的原因吧 然后给大家试穿一下另一款真之衫 这款真之衫的版型呢 其实他们家是每年都会出的 就是比较oversize一点的 但是今年呢主要剩下它这个颜色 我真的是超级的喜欢的 这种baby blue 看上去呢就心情突然的很明媚 而且呢真之衫又是他们家 一直做的很优秀的一个品类嘛 像连衣裙西装和真之衫 我觉得是他们家最值得购买的一些单品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有没有真的很显摆 我当时看上去的时候 就看在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是没有紫色的好看的 但当我上身穿上去的时候 我真的是有经验到 我觉得是比那个紫色的刚才那款更加的显摆 而且一点是不挑人的 它比较的长款一点嘛 你下面可以就很随意很休闲的搭配一个牛仔裤 平时日常可能穿搭率会就利润率更高一点 然后整体看上去呢 它这个条和格纹相间的这个图案的设计 这个颜色我真的是要吹爆它 太显白了 好喜欢 下面就说一下这款Stories的西装 这个呢 真的是我买的特别喜欢的一个了 我今天就是搭配 用它搭配了四个不同的穿搭 我觉得它不管从版型还有颜色 都让我觉得特别合我的心意 而且价格也不贵 这好像是130多刀美元吧 的价格 整个版型呢 大家一看出来 它是比较扩型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边是有明显店间的这种香郁紫色 其实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种颜色嘛 试了它之后呢 就觉得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其实它比想象中的好战很多 像这种淡淡的紫色 在冷色调里面 其实时装里用的特别多的一个颜色 因为它非常的显白 对我们的这个肤色的挑剔度 还不是那么的高 而且它上身也不会给人感觉到 就是特别的明媚 过于的突兀的感觉 还是比较就是温柔柔和的一个颜色 然后袖子这边呢 它其实有一点点微辣的 然后这边当然你也可以的记住 我用它搭配了四种不同的穿搭 因为我真的是好喜欢这件哦 发现它不管是配裙子配裤子 其实都特别好看 如果它的衣裳对你来说刚好合适的话 你也可以玩一个就是下半身隐身啊 把它直接当一个衬衣裙来穿 搭配一个好看的腰带就可以了 刚才我去找一个腰带 现在想搭配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今晚西装 其实还是一个性戴比特别高的单品 就可言可嫌吧 不管是什么样风格的女生 总归它都可以搭配出一个想要的效果的 刚才我有说到嘛 像这种纯色的阔型的西装 我就特别在意它这个垫肩 因为我肩膀特别的窄 它就帮我把肩膀给撑开了 给我一种就会有力量感 人整个也挺拔了很多嘛 我最喜欢的单品其实就有西装和A字裙 就很适合我这种梨型身材的人来穿嘛 今天录这个视频之前呢 我觉得又翻了一下我的衣柜 我就发现三套家的衣服 我买的最多的应该是西装和连衣裙 这两种单品 但是连衣裙这次真的一件都没有买 因为我发现最近就宅到 这个肚子啊 这个小肚子真的是微微的隆起 人家还以为你可能怀孕了三个月一样的 我就真的不好意思穿那种紧身的连衣裙 这次就一件都没有买 但是确实有几件我还是蛮种草的 就给GELIC FLAG要送嘛 然后呢他们家的西装一个最大要点就是 往往会有一个微微的修身的这个设计 就能从视觉上让我们感觉比较的显示彩一点 我总结了一下吧 我买他们家西装更多都是格温条纹为主的 就很少纯色的 我觉得原因可能两个 一个是我实在喜欢他们家面料 就这个就是71%的棉的含量 不软不硬 这种穿上身真的是超级的舒服的 还不容易打皱 第二点就是像这种类型 格温条纹的类型 我希望它是稍微有一点修身 不是那种特别阔型的 身后在西装呢 我是觉得不属于就这种帅气的这个范畴之内的 旁边是比较偏就是优雅一点 或者说是偏复古一点的 所以大家肯定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格来选择嘛 像这种蓝色的千鸟格的西装呢 就很好搭了 就是蓝色的白色的单品 不用思考搭配在一起都会觉得很突兀的 当时呢其实我有在他们家另外一款 就纯色的天蓝色的那个西装 跟大家纠结了一下 然后最后呢还是买了这个 然后试证明我的选择我也没有后悔 下面跟大家说这个蓝色的短袖套口上 它的面料也特别好 是59%的棉 总之吧我觉得3号家就面料是优势 已经是比较公认的一个事实了吧 也就是贴肤性特别的舒适 然后它整个呢是用比较紧身 然后合体一点的剪彩 搭配我下面穿的这个小裙子 同色系穿搭试下还可以 因为它本来是蓝色的嘛 所以搭配牛仔裤中单品 真的是特别的好穿 说到牛仔裤 下面就讲这个Storys家的牛仔裤 这个牛仔裤呢也是高腰的设计 穿上去还是比较显瘦的 我唯一不喜欢他们家的一点在于 他们家很多衣服都是军马的 或者就只分S和M马两种 然后呢对于可能有一点 威胖女生来说就不是这边的友好 但是款式呢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还是蛮好看的 它是一个韩国的牌子 它是有一点点微辣的 穿上去就感觉比较的有气势一点 整个走起路来就走路带风的那种 下面这件呢就是ZERRA的单品 这个紫色的衬衣 这个泡泡秀的有一点公体的感觉 一直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嘛 当时看到它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吸引了我 我今天真的是把我的衣服放在了一堆 然后发现原来我最近只买了紫色和蓝色 这两种颜色的单品 这颜色呢看上去就觉得温温柔柔的 就比较元气 也比较阳光一点的感觉吧 比较适合夏日这种季节 像这个衬衣呢 就可以在外面套一个那种吊带的连衣裙 然后就是另外的一个穿搭嘛 这种淡紫色吧 我就觉得好像是从去年开始 就慢慢的不管说是各路的博主啊明星啊 都开始穿这种淡紫色的单品 因为它其实也蛮上进的 而且穿搭上的难度也不高 我还挺推荐大家买个一两件 这种紫色的单品试一试的 丰富一下你衣柜里面的颜色 然后另外呢我在Zara家买了四条皮裤 其实本来没准备买那么多的 但是买了之后发现 我不记得用哪个账户买了 所以就根本没有办法退货了 所以就四条都留下 有一条是很失败的 我觉得我可能不怎么能穿得上 其他三条呢我觉得还都是挺OK的 最喜欢的其实是这条 黑色的 黑色的这款呢它是花包款 所以它就会显得在腰身这里的曲线 特别的好看 显得特别瘦嘛 而且它整个的形状也是比较偏扩型的 我还挺喜欢这个黑色的 真的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 三四十刀的价格 它的材质其实也蛮好的 然后呢有两款其实是一样的 就这个卡其色的和这款墨绿色的 它其实版型是完全一样 就颜色的差别 这两款呢它都是那种紧身收身的款式 然后穿上身呢就会显得你整个腿 其实还是比较收拾品型显得比较直的 然后卡其色呢就不用说了 它不管配同色系或者说浅色都很OK 墨绿色为什么买它 是因为我觉得颜色很独特 有时候我想要就一身酷一点的时候 我不想又不太想要一身黑 一身黑感觉就少一点层次 那么墨绿色搭配黑色单品呢 我们就觉得既很和谐 但又有了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嘛 唯一很失败的是这款 这款是M嘛 但是我穿上真的是太大了 就很不合身 而且也是卡其色的 跟我刚才那个其实还蛮重叠的 但是我又退不掉了 所以这款我就留着吧 好吧 差不多这就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一直续续道道看到了 现在作为一个月更博主 我觉得我还要很静止到 把这个月的视频也录好了 给我感觉松了一口气 好吧 如果你们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请不要忘记点击上方关注我一下 然后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的视频通知了 如果已经关注我的话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然后最近因为疫情比较严重 我们都好好的待在家里面 保护好自己 让家人不会我们担心嘛 嗯 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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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